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气息的步行街上有一个小摊位 吸引了不少人停下脚步 阮尾英和家里人一起经营着这个摊位 他们的商品就是这些造型各异的连环游戏 手工制作九连环和其他各式巧环 是阮家人引以为自豪的家传手艺 为了吸引顾客 老大阮尾刚经常现场表演制作巧环 使用的工具和材料都很简单 只要有柔韧的铜丝和铁钳就可以了 先是潜出一个闭合的五角星 再把铜环加上去 然后潜出一个独立的饼 玩任何一种巧环都和九连环一样 就是要把环套在这个独立的饼上 或是从饼上结下 看阮家人结巧环套巧环简单极了 不过旁边的顾客拿过来一试才发现 这小玩具玩起来可并不容易 阮尾英兄妹的手艺 都是从父亲阮根拳那里学来的 做这个东西也是很辛苦的 他要把一个同事 以前是提示 要弯来弯去弯来弯去 有个教会 他完成一个东西 他要经过手里面要几十钱 弯来弯去弯来弯去才成功 一个玩具 因此我小时候做到现在呢 我这个游手的中指 也把它搞得有点弯了 这个时候也伸不平了 是这样的 软根拳从小就和几个兄妹一起 跟着父亲学做巧环 后来又跟着父亲走街串巷 出手自家制作的巧环玩具 1958年 他到无锡塑料衣厂工作 从此当上了工人 也就放弃了制作巧环玩具的这门手艺 然而四十年后 两位来自美国的客人突然来访 让软根拳再次与巧环结缘 97年的白云那个时候了 来了两位美国客人 他说你父亲叫远人去 我说对啊 老家在苏州 我说是老家苏州 他说你现在会做不会做 我说我怎么不会做呢 我从小练的 我当时跟那个美国人两个夫妇 当时做了九连环 为什么两个陌生的美国人 会千里迢迢从美国来无锡 寻找软根拳制作九连环呢 这还要从一本书说起 在这本1958年出版的小册子上 记录了32种连环和他们的结法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于崇恩 当时是苏州一家中学的老师 他在学校门课 就是那个时候看到我父亲 在买这个九连环掐管 那么由于他的够兴起 他每天晚上了 到我家 到我家里跟我父亲 学学怎么样子解套法 怎么样这个公式 经过半年的时间 写成功一本巧诡的书 那个时候是在58年 58年在上海文化策畔上 是车了3500本 但是40年下来 这一本书在中国找不到 但是有一本流传了美国 国特图书馆里面 那本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巧环 恰巧被美籍华人张卫 和他研究数学的丈夫雷彼得见到了 这两个人又恰巧在一年前 刚出版了一本叫做 《探索智力游戏中的数学》的书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 他们对中国古代的智力游戏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看到这本小小的巧环 更是唤起了张卫童年时的记忆 当时我看到其他小朋友 就拿着一个母连环 就是五个环 九连环一样的形式 然后我觉得看着很羡慕 觉得很好玩 然后我就回家找了点什么 铜圈啊 什么那个罐头皮 剪点东西 然后就真做了一个 然后还佐诺出来了怎么玩的 好了 觉得特别特别的兴奋 然后学着那个用什么铁丝啊 然后做类似的这样的巧环的游戏 然后这个事情 以后长大了就做别的事了 但是呢 儿童时间的这个记忆呢 还是在的 张卫和丈夫决心 找到书的作者于崇恩 和那位制作巧环的手艺人软留起 然而寻找的过程并不顺利 我和我先生就是花了 就是好几年吧 就是先跟出版社 就是跟当时的上海文化出版社联系啊 就想找找当时他们都说 这些编辑早就退休了 或者去世了 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头绪 直到几年后 张卫夫妻来到苏州 事情才出现了转机 好了我们就说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干脆到苏州去一趟 我们就带了几个就是 就巧环 或者就是这样的类似的东西 就是后人做的了 带着这个样子 然后在那个苏州租了辆自行车 大街小巷的 见到老一点的人呢 我们就把他们拦住问问看 说玩过这个游戏也没有 我知不知道苏州有一个老人做这个 照片上的这个人就是软刘奇 他自己设计和制作了许多种巧环 每天他就带着孩子帮忙做好的巧环部件 到苏州市人民商场门外出售 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留下的 后来他们说去公安吧 公安可以找到 我们又到了公安局 公安局两个年轻人很不错 然后他就帮我们就查 然后先查在住人口的 就说没有这个人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 然后呢 对了 这个老先生是五十年代的书写的是他 他可能去世了 然后又查了一些已经去世的人 然后那个一幕上 一下子他的软流期 他就出现了 我当时心里就像是那个 好像找一个自己的亲人 找了几十年没有找到的那感觉 虽然我们实际上找他 也就几年的功夫 当时特别特别感动的出现了 然后但是呢 他已经在1962年1月1号去世了 得知软流期已经去世多年 张卫夫妻只好转而寻找 他的几个子女 此时软流期的几个子女 都已经放弃了九连环的制作 各自有了别的工作 老三软根拳还从苏州搬到了武系 张卫很担心这种手工制作巧环的老手艺 是否会失传 他们对我的工作以后呢 他们将近四十年就没有做了 等我们找到他的时候 这些人因为年轻的时候都做过 就像打发他们的孩子呢 出去找一点材料 然后拿着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钳子 然后呢也不看图 什么也不弄 然后就一下子跟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巧环 我们当时觉得特别地吃惊 然后他们就说 这从小我们就做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就在我们的头脑里 就在我们的肚子里头 张卫夫妻的来访 让软根拳意识到自己的手艺 不应该就此失传 他又重新开始九连环和巧环的制作 并将手艺传给了他的子女和孙子孙女们 2007年软根拳已经74岁了 不过他截起九连环来依然十分灵活 据说截开九连环的最佳方法 也需要256个步骤 对任何一个第一次拿到九连环的人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那么解开九连环是否有规律可循 究竟应该如何解环呢 256 哎呀 这么长时间啊 其实九连环我认为呢 也不是那么难 它这个中间都有一个技巧 而且它都是脱补学的这样一个部分 那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把它中间的这个结构呢 能够看透的话呢 九连环要截起来并不难 它是也有规律 甚至包括我先生他呢 他就认为就是要教一些 你外国人怎么玩九连环呢 他就认为是 1 2 1 3 1 2 1 4 1 2 1 3 1 2 1 more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环二环 一环三环 一环二环 一环四环 再往下来呢 一环二环 一环三环 一环二环 一环另一环 因为它总是这样的 每动第二个环的时候 第一环就要动两次 每动第三个环的时候 第二环就要动两次 第一环就要动四次 所以呢它都是非常非常有规律的 张伟和雷彼得发现 早在清朝 就已经有人记载了九连环的结环方法 道光年间曾经出版了一本 叫《小惠集》的书 这本书的读者 大多是一些闺房中的妇女 小惠指的就是 妇女们玩的一些小游戏 例如绣花 小曲等等 这些小游戏中 也包括九连环 这个《小惠集》呢 也是我们所知道的 最早的一本就是 《九连环以图》的形式 给印出来 而且呢 还有解环的办法 而且它那个解环的办法 是非常巧妙 就是两个表 然后呢 你就根据这个图表上面的方法 走到一定的地步以后 再从头来 就说明古人那时候 已经发现了 它的《九连环》 解法中间的重复性 明清时期 是《九连环》 最为流行的时期 不仅出现了 介绍解环方法的书籍 许多文艺作品中 也提到了当时 人们玩《九连环》的情形 比较就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红楼梦》里头 第七回 然后就送花 然后就找黛玉 说黛玉呢 黛玉不在自己的屋子里 却在宝玉的屋子里 两个人正在 接《九连环》玩呢 不难发现 在这个时期 它是《闺环》中的乐趣所在 是当时的妇女喜爱的游戏 在清代 无有如的风俗画中 我们就可以见到 几个妇女 聚在一起 以《九连环》为乐的场景 这种游戏 在明清时期 传到国外后 也深受人们喜爱 在这张1820年的游画中 就有一位少女 聚精会神的 结《九连环》 然而 以《九连环》为代表的 巧环游戏 究竟是何时出现的呢 虽然关于这种游戏 最早的文字记载 出现在明清时期 但人们相信 它的历史应该更加长久